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昨天我们看见保罗用两个例子告诉哥林多教会 不单单是教会本身,而且提醒领袖们 他们要持守教会的合议 他们不应该成为,特别是领袖 不应该成为教会分裂的那一个的导印 那两个的例子,一个是植物的例子 植物能够成长,领袖虽然有他的角色 但是真正教植物成长的却是上帝的大能 是上帝教植物能够成长 那么另外一个的例子就是房屋 这是要特别讲给领袖听的 根基是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要小心在上面去建造 那一个的工程,如果建造的有价值 他会进得去考验 若建造的没有价值 若是建造自己的利益 建造自己的小王国 他将会被毁掉 他在面对考验的时候将会被毁掉 这是在第三章 保罗要提醒,透过这个角度 来提醒格林多教会 要持守在圣经里面 或者在圣灵里头的合议 来到第四章 我们就看见保罗继续地提到 作为领袖 他以自己使徒的身份 来做一个的例子 他提到作为领袖有几方面要特别留意 特别小心的 我们就稍微来看一看 第一他说到什么呢 他说到作为领袖 就是要对上帝的托福 对上帝所托福的事情来忠心到底 他说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执事的意思其实就是仆人 是上帝奥秘的管家 奥秘士的管家 或者奥秘的管家 基本上并不是说只有这些的使徒才知道 这一个上帝的真理 或者牧师传道 才好像上帝的真理的代言人 agent这样子 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说上帝把这些的工作 把传讲 把教导的职份 托福给使徒 也托福给今天的牧者 传道人 那么我们就要忠心到底 他并不是说别人没有 他是说上帝的托福 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忠心到底 因此下一节他说 所求于管家的 就是要他忠心 对上帝忠心 忠心不打折扣 上帝要我们做的 我们就做 上帝要我们做一百分 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去做一百分 上帝的心意 我们要尽量去满足 而且在这个经文里头 下面他谈到的是 不论断人 不自己论断 或也不被别人论断 他说被别人论断 我们都以为是极小的事 我们也不论断自己 在纷争里头 常常引起很多的不舒服 很多的伤害 就是彼此的论断 领袖A论断 领袖B 领袖B论断 领袖C 的纷争 我们之前有提到 这个格林多教会 就是这一些 被世俗化影响 那个Petron的制度 导致在社会里头 这些的大老板 这些有名望的人士 彼此竞争 在教会里面 也变得如此 非常可悲 他彼此论断的时候 那种的伤害 就造成了 对保罗来说 所求于领袖的 所求于使徒的 就是他们要 在上帝的面前忠心 不要去看 这一些的论断 就算连自己 也不论断自己 做得好 做得不好 有些时候 我们也会 去给自己打分 对保罗来讲说 最重要的是 上帝的打分 而不是我们 自己的打分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一个是领袖 一个非常关键的 也是我们 要小心被提醒的 保罗要提醒教会 这一个的 论断的工作 论断的这些事情 必须停止下来 因为做领袖的 是要对上帝来忠心 还有我们看到 保罗继续在谈的时候 他说 我们这样子对上帝忠心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领受的 第七节 他说什么呢 有什么东西 有哪一样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袖 若是领受的 就没有自夸 就不能够自夸 他仿佛不是领受的 这句话也提醒 这些说领袖的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今天能够教导 我们今天能够牧养 我们今天能够服侍 这都是领受的恩赐 从一个制度来讲 比如说我在 巴圣堂 事奉 就是巴圣堂的主 主理牧师 那这个是领受的职份 是联会的委派 那不是 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自己争取 也不是自己要 有什么要特别 以至联会要委派 在这个地方来事奉 不是 都是领受的 从制度来讲 我们是被领受 被委派 在某一个的地方 从恩赐来讲 是上帝所给予的 从智慧来讲 这是圣灵所赐下的智慧 因此呢 所有的一切 都是领受的 那弟兄姐妹 特别做领袖的 做牧者 我们真的要很清楚地 看待这一点 否则我们很多时候 就会为自己 来去想要争取 许多的东西 我们会为 可能没有得到的 某一些的福利 打抱不平 我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一些 我为什么没有得到那一些 但是如果我们认识 都是领受的时候 我们就谦卑 在上帝的面前 当然福利的事情 上帝会供应 上帝会 我们也有制度 我们按着制度来去行走 那么上帝也会感动 祂的教会 来做相对应的 那一个调整 但是我们要做的 是要认识 我们都是领受恩典 领受恩赐的 所以这段经文 我想给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这一个中心 然后我们都是领受的 还有来到最后 我们看见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服饰 是能够叫人生命的成长的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能够谦卑 不为自己来争取的时候 像保罗在这里 谈的一系列的清单 受苦的清单的时候 在第十节开始 还有后面的经文 谈到被人咒骂 被人毁谤 被人逼迫 等等 然后这些的生命的流入 忠心在上帝的面前 愿意承受苦难 到最后呢 我们这些的生命 是能够生出果实 保罗就说 克林多的教会 就是他在这些的苦难 他在忠心 他在这些的过程当中 所用福音 所生下的这一个的果实 弟兄姐妹 其实回头看 作为传道人 作为侍奉上帝的人 什么东西能够叫我们 最大的满足呢 难道是物质的享受吗 难道是被人尊重吗 难道是收入吗 不是 我们最大的满足 其实是看到上帝的果 被扩展 我们看到有人信主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 转变 改变 能够变得成熟 能够继续维生 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头 其实这是生命当中 最大的一个满足 愿神继续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的教会 能够在这个时代 忠心的 每一个人都忠心的 合意的来服侍上帝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救赎了教会 帮助我们 都在基督的救恩当中 合意 一同去扩展你的国度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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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